是的主播沿岸港口海事人员来回检查 因为台风海魁即将直扑 当地渔船也早早入港避风浪 尽管当地周日没有太大风雨 但有鉴于入境预估 加上过往经验 海魁在当地恐带来不小破坏 福建也发布防台二级响应 移入台湾海峡后 将向福建南部到广东东部一带沿海靠近 并将于5号凌晨到上午 在广东福建交接附近沿海登陆 中国大陆东岸等地首当骑冲 广东颁布停客消息 部分铁路列车班次取消 沿岸七十多条 渡轮航线小三通全面停驶 截至周一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台 仍维持台风红色预警 以上是最新消息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